真传一句话,假传万件数 什么是命? 从这几刻开始,我们进入四诸八字命理学 数书,是命 每一个人都有命 你说我不承认 只要有一口气,那就是你的命 这是生命 还不足以 还有一条轨迹,人生的轨迹 有命运 你说又开始搞风险明星 我们打的 破除的就是它 猫有猫的命 狗有狗的命 猫狗 不同的种类 或者同一种类 落到不同的人家 那都是千差万别的 而且尤其它的种类 看上去比人种还要多得多 很丰富 如果你是一个大树 你的种子不可能长成一个结 更不要说那些无形看不见的 有枝 有限 太具象 用现在科学的角度去解释它 不是单纯的鸡骨水火土 不然不能登大雅之堂 没有人信 用处也不会太大 这个意义该怎么推广 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去搞它的基础 追根溯源 直到近两个月 才开始真正的介入数数 因为有一些 已经很难去 在 深挖 凭现在我们 这个理念 但是 大体上的 能说清楚 作为八字 它就是源自于 占星 自古叫 星命之学 也就是 天上的星星 一直在动 地球一直在动 你在地球上 坐地 日行八万里 仰观天文 看天上的日月星辰 都转星移 那些星星 发着光的 全都是恒星的 基本上都比太阳 大的多的多 当然 实际它影响 没有太阳大 因为离得很远 那这是另一方面 总之 我们作为一个地球人 受它的能量 满天繁星 它也大了 这种自然的 能量场 就是能量场 你也可以用别的名词 什么磁场波 这是粒子 温度 所有的 人数也是看不见的 这个就是 影响 你受天地 与天地二气 所化身 形成你这么一个 整体 在肉体的 聚数下 产生的聚合 发散 所有的变化 所有的变化 H 就是你的命 它甚至决定了 你的 不光是身体 还有思维 意识 作为性格 决定美 那 说来 有话长 有些人 还是不信 没有 监视 这方面 有所 欠决 当你遇到 那么一个人 告诉你 今天 几点几分 多少秒 就不说了 没有意思 那一刻 在那边 来了一个人 开着一辆车 什么颜色的 过往 躲都躲不过 所以 怎么办呢 下节课再说